好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来到北投的少帅成员 那因为老婆说小孩要北投这边逛一逛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 我们先从少帅成员这边开始 然后张学良的这个地方在北投的半山腰上 少帅成员是以前张学良被幽居的地方 就是他被 简单讲他被关在这边 然后就是一个幽静的地方 那我们先走进来他的那个 起居室的这个位置 我们来这边走一走 简单讲张学良就是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当年他把他绑架那个老蒋介石 然后要求他们去打日本人的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来到他的这个 当初来台湾之后 车特来台湾之后的一个地方 然后蒋介石就把他幽居在这个地方 这个北投的这个地方 那有关张学良故事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 他的故事还蛮精彩的 他活到一百零几岁 才在美国过世 左边的那个就是张学良 右边的那个是那个金国先生 那他在这几年他把这边整理的蛮漂亮的 而且蛮干净蛮整洁的 然后他这边是需要入园费的 然后因为我们来的这边的时间 差不多要中午的时间 所以我们打算来这边吃一个下午茶的 那我们先来他的这个里面 这边走一走看一下 那这边的风景还不错 而且蛮安静的 这里可以看到关渡平原跟观音山 那现在这边其实都改成 改成餐厅了 现在这一排几乎全部都是餐厅 那我们等一下呢 想要去上面的那个小六茶铺 来去吃个下午茶 他在路园的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小日式的小房子 那边有一个下午茶 这边是吗 这边是吗 嗯 这边请 那我们 那因为差不多中午的时间 就来这边随便吃点东西 然后等一下来去泡鸡汤 好谢谢 哈哈哈 我现在怕撞到头 我们在等餐的同时 顺便里面来参观一下 在这个百年建筑里面喝个下午茶也蛮爽的 那如果你对这边的餐点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下他的官网看一下 这个下午茶的费用还没 等一下要去泡的那个竹汤 然后我老婆点了一个花茶喝 哦 他的下午茶送来也太浮夸了 三层盘子 然后他的那个烧饼很好吃 然后他的下午茶点心 嗯还不错 以这个份量来讲是算是相当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窗外的风景 我们就坐在窗边 我们等一下这边吃完以后呢 呃大概一个小时吧 我们要来去泡竹汤 好吃饱了来去泡竹汤 然后直接走下去就是竹汤了 这个小木屋的底下就是竹汤了 下面也可以拍照 他又小 他要在那个 他要在那个 好我们先把脚冲一冲 我们就可以去泡竹汤了 当然如果你要泡全身 你就等要预约汤汤了 好 差不多了 因为他一套要连套餐 套餐大概就要三千多块了 那你一个 他等于套餐加一个就是一个房间 一个吃的下午茶 然后再加这个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光吃这个就一千四百多 你看他还加一千多 我们光吃这个大概就花掉一千四百多块了 反而是说竹汤 然后他还满竹汤就一千多块了 所以搞起来大概一千四百多 好我们泡完熟汤之后 我们就往下一站了 我们整打开下去 就在隔壁不远 走下去五分钟 北投文物馆 那北投文物馆我们来的时候呢 刚好是杜鹃花季的时间 两边杜鹃花开的时间 所以他两边杜鹃花开的还蛮漂亮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 就发现今天人特别多 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 今天在办那个 婴儿的抓舟的活动 好这个是世外的鱼干水 好了这个桃兰鸡 他们今天正好在办那个抓舟的活动 所以人好多好多 所以人好多好多 就有没有想到里面也在办婚院 那外面这边原本都是餐厅区 今天有婚宴所以这个都没开了 好了我们来里面瞧一瞧吧 他今天虽然办婚宴 不过还是他有开放参观的 因为他婚宴在楼上的那个大广间 所以大广间的部分我们就没有上去了 这是他们的那个正宅之宝 然后今天刚好有一个特展 然后他馆内有两个还蛮远营的 会固定更换的屋山水 还一共有两处 然后他们今天刚好旁边这个桃兰 然后还种了这棵特别的畜树 他叫日本洪峰 这个日式建筑算是做的很完整的 就是保留下来很完整的 少说大概有一百年的上下 今天刚好有一个特展 有一个瓷器的特展 只是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来历是什么 不过他今天就办了一个瓷器的特展 然后这是他的第二个正宅之宝 就是他的一个浴池 然后这个是他介绍整个他的长设宅 这是他的浴池 一个没有放那个水的浴池 一个干浴池 这个也是他这边的正宅之宝 因为北投这一带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温泉饭店 温泉饭店 温泉饭店 在地制时代有没有就非常非常的多 好我们这边逛完了我们就来去外面稍微走一下 然后等一下来去下一站 那来去外面有一个我刚刚有发现一个那个四国的石佛 一个台北四国的石佛 这个在日治时期就留下来的这个这个石佛 然后据说一共有八十八尊 然后据说一共有八十八尊 全部都散落在这个整个的阳明山地区 包括北投士林这一带 这个就是石佛了 好了我们来下一站 我们去哪里呢 我们就沿着这个柏游路往下走 来去这个 这个地热谷 地热谷我们上次来这边的时候呢 刚好地热谷正在整修 那现在已经整修好了 它现在整修的状况呢 我觉得比较整齐啦 比较干净 那之前的状况比较原始 它现在整修的状况呢 我觉得比较整齐啦 那之前的状况比较原始 然后它在池的后面做了一条步道 沿着那个池边 今天做了一条步道 今天的烟还蛮 蛮重的 只是不知道这个温度多高的 还蛮重的 还蛮重的 然后我们在沿着这个新的步道 出口的一辆转 这个有多少个鱼 美鱼 对 还好 现在北投的这个三个定点的旅游点我们已经走的差不多了 這樣子找一找也花掉我們大概快兩個半小時就好 老哥 有我接手要撐起來 比較多 然後這個旁邊有一些露天的溫泉湯 那是可以泡溫泉的 水頭豆蓋的溫泉裡面非常非常多 哇 好水啊 這個是溫泉博物館 消毒湯 最近比較新鮮棒 已經有兩種種汽車 來自清潔 來自清潔 小西州 小西州 execut